如果烟花在白天燃放,我们就只能听见咚咚的巨响,很难看到烟花的五颜六色。 这是由于白天光照强度大,天空的明亮程度超过了烟花,盖住了烟花原有的颜色,使得我们在燃放后只能看到烟,很难看到颜色。 那么,能不能制造一种可以在白天燃放的烟花呢? 在湖南,我们正好碰上了一场日景烟花表演。 在湖南,我们正好碰上了一场日景烟花表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这次烟花表演我们发现 日景烟花主要以烟花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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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将染料放入内桶 并塞入电片 随后我们将内桶 与装配好发射药的外桶 进行组装 很快 验证者的自制烟花 就制作完成了 那你觉得我这个成吗 我觉得应该不行 应该不行啊 对我这么没信心呢 那咱试一下吧 好 好 3 2 1 走啦 这粉都没出来啊 感觉 就是一个炮弹直接崩上去了 那肯定不行吗 然后你看这里面这个粉都没出来啊 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肯定不行了 我们回实验室再看一下了 回实验室 那走吧 看来 日景烟花的成色原理 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除了特殊的内桶外 里面的药物也暗藏玄机 那么 日景烟花的成色原理 究竟是怎样的呢 烟花在白天烟花 能产生多种烟雾 主要就是靠着这些燃料 就这些燃料 对对 这些跟我刚才用的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那个就不行 你这个就可以啊 因为烟花是需要燃烧 才能产生烟雾 它怎么燃烧啊 这种肝粉 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东西在燃烧时候 都需要氧和可燃物 我们用的氧是用这个绿山架 绿山架 给它提供氧 我们的它的可燃物呢 我们用这个香木粉 香木粉给它提供燃烧 我明白了 就是等于说 这个香木粉燃烧 也会产生烟雾 那这些燃料等于是 是把这个烟雾染出颜色 对对对 那这个是什么 这是面粉吗 对这是面粉 这是我们用面粉和酒精 把它们混合在一起 那不就和面吗 就用面粉和酒精 把它都混在一块 对 加了酒精之后呢 调食成团 然后用酮食材擦一遍 擦一遍之后 摊干 摊开晾干之后呢 就是形成了这样子的小颗粒 等于说 你最后放到这个内桶里面 是这样的颗粒 对 不是这样的干粉 不是不是不是 明白了 就是直接把干粉放进去以后 它引燃 它是不会有反应的 不会不会不会 只有加入了这种 调和好的这种颗粒以后 它要在这个封闭的容器里面 引燃 以后它才能着 着了以后会产生大量的烟雾 这个烟雾会被染色染成 这个我们需要的颜色 对对对 然后从这个小孔里面 释放出来 然后在高速上升的过程中 就会产生一个 明白了 明白了 原来日景烟花的成色原理 就是通过染料 对可燃物燃烧后生成的烟 进行染色 从而在天空中 呈现出五颜六色的烟 就会休息 um 你 冒